西方媒体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远远已经超过了共产党 就西方所有的政客 所有的投资家 所有的宗教学家 所有说的话 都是来自于媒体 这就是共产党极为阴险邪恶的地方 不惜代价控制西方 社交媒体 传统媒体 华尔街日报 纽约日报 CNN 包括福克斯 包括美国各大华盛顿邮报 通通的影响 我问过朱利安尼 我说你知道 华尔街日报有多少中国人在那工作吗 他的答复和实际数字差一个零 我问过美国某前总统 我问过一句话 这是几年前 在中国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你知道在美国媒体里边 有多少华人媒体工作人吗 他的回答是少两个人 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你今天大家要看到的 所有你相信的东西 绝大多数是已经被化过妆 被已经整理过出来 还有一定是在所有的 你想知道的事情的时间里 一定往后退 最低最低的三个月 甚至更长 CNN卯债欧洲主持人 我在英女王的家里吃饭 他作为最牛的CNN老大 坐在那 伊朗一的一位女士 还有这王子都在 坐在白鸡汉宫 还有另外三位华人 我当时问了一句话 我说如果让你选择 不是你的祖国 伊朗也不是美国 除了这个国家之外 你让哪个国家当你的祖国 你最爱你为他奉献 毫不犹豫 中国 我说你选的是中国人呢 还是中国共产党 他说我选中国共产党 这是多年前 我曾经和美国某个新闻大佬集团的人 在我盘古四个院 多次喝酒 听他冲述心声 恨的是美国 爱的是共产党 最后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跟共产党干 想干啥干啥 就想说谁说谁 兄弟姐妹们 世界不是你想想的那样 只有新中国联邦 是不为钱 不为民 不为力 只为正义 只为真相 只为天下苍生 信不信 我不在乎 信不信有你 新中国联邦 正在改变世界中 咋都不服了